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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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蝎秋 差不多該是吃晚餐的時候了 幾天 一整天都沒吃東西啊我 有點小餓了 要吃什麼好勒 現在我不敢帶著我的相機走出門去拍片 畢竟今天是假的 人很多 這樣我拍起片一定會很奇怪 於是我想了一個主題 就是我去買乳味 等一下我們今天吃乳味 這家乳味是我從小吃到大的乳味 我都叫他美女乳味 今天的主題是 我把所有的乳味都買一份啊 看多少錢 平常我們吃乳味的價錢 大概都是落在200左右 如果這一輪買下來 不知道會花多少錢呢 應該500跑不掉吧 我也蠻期待他算出來的價錢會是如何呢 到底多少錢這樣子 也不用擔心我吃不完 因為我們全家都在 走 我們先去買乳味吧 我剛剛買完乳味啦 我在買的時候呢我手一直在喘 其實我很緊張 畢竟是從小吃到大的店 這樣給他買有點不好意思 怕他太忙 雖然他本來生意就很好 他員工也是有請啊 所以其實不會到忙不過來 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有跟我哥說 我要拍這樣的一個企劃 然後我哥就說 感覺要2000塊 所以我現在很緊張 不知道會多少錢 我們就等著看吧 看到底多少錢 謝謝謝謝 掰掰 超重的啦 四代 Money啊 怎樣 都不能吃 Money都不能吃啦 回到家了 全部點喔 大概20分鐘內 我就可以回家了 他們做很快 滷味就是要滷一滷就好了 超快的 各位觀眾 吉佳登場的是我們的乳味全餐啦 登登登登 我剛剛連我最不愛的青椒 我都買了吧 竟然要做全餐 當然是每一個都給他買 不管好吃難吃都買 沒想到這樣買下來呢 其實有點嚇到我耶 我剛剛以為有可能 真的會到兩三千塊啦 一三六零 超少 所以說我平常吃200塊的話 大概就是吃個 六餐 我今天的六餐 就集中在這邊了 直接打開來看一下 我到底買了什麼樣的一個 乳味全餐呢 來 我們的第一袋 非常的巨大齁 裡面大概就是 豆干類 丸子類 還有一些肉肉類 全餐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沒有排很多集 就是一個新鮮來潮 才會拍的概念 好可愛的 你看 這些第一袋 就把我的第一個鍋子鋪平了 好不好 這邊就是蔬菜跟麵的部分 給你們看一下 還有豆芽菜 他這個湯汁 我跟你講 非常的perfect 喔這個湯汁不得了 今天要吃乳味湯 喔這一袋就是單純 只有那個王子麵的部分 直接倒進去 一坨麵這樣 我很喜歡吃乳味的王子麵 超級好吃 來 今天是這種粗粗的麵麵 喔這個 欸這個麵我從來沒吃過耶 裡面就是有我很討厭的青椒啊 豆干啊還有一些花椰菜 這裡面也是很像有個 豆皮之類的吧 你看看這麼多食材 這麼多樣 老闆20分鐘之內就可以給我了 多快速 下一袋有木耳吧 還有香菇類的 還有洋蔥 哇這個很QQQQ 哇這個到底有多重啊 喔 和我家狗狗一樣重 糟糕我們還有一袋喔 玉米筍啊 喔這個也是大袋的 我再拿一個小鍋子過來好了 覺得我拿了一個小盤子 這樣子擺放應該比較完美一點 這個最後一大包 我直接倒在盤子上吧 裡面還有小香腸 辛辛腸 所以J喜歡吃的玉米筍 很像有蒟蒻這個東西 蒟蒻我也沒吃過 我也很好奇它的口感是怎樣 蛋牌子上整個就不一般了好不好 美大愛的我跟你講 OK這一大坨 就是我的乳味全餐 1360元 我覺得挺棒的 就是不需要花很大的錢 然後就可以把食物全部吃一輪 這個高檔大概10公斤的乳味 這邊大概就是1公斤 這邊總共加起來11公斤的乳味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你們的食慾有沒有大開啊 在開動之前呢 我們來跟宣示訊一下 看他看到這一坨乳味 它會有什麼反應 你覺得我現在在幹嘛 沒有誰在拍影片 我真的很狼狽 白癡喔 沒關係啊 這個小可愛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現在在拍什麼 你看喔 我真的我要吃不大 我真的殺小啦 一直滷味 你猜這樣多少錢 你猜 我敗吧 薛兒的物質價值觀有點偏差 所以總共的金額是1360 剛好 好貴喔 很便宜啊 欸我買 我全部都買一樣欸 好啦我要繼續拍片了啦 掰掰 不要打散說不要惹她 我只惹著女人嗎 你惹我嗎 以後不打散要給你了啦 不是啦 你給我開這時候 我是要幹嘛 我出不大 小小不要打散給她 我只是增添一下我影片的一種 喜感而已 然後沒想到我現在很難收拾啦 好啦不管了我們直接開吃囉 來 先從這個乾巴巴的麵吃請 反正我們就直接拿一個 吃一個 然後好不好吃 跟大家隨便打個滴菜 我先吃幾個我沒有吃過的東西好了 像這一個東西呢是有點像豆干吧 然後會吸水的那種 這個就像滷汁在你口中爆開啦 喔好好吃喔 豆粉好好吃喔 我覺得麵這個東西又滷的真的是超好吃的 這個是另外一種口感的麵 這個比較滑順 哇好棒 海帶好野味 這個東西應該叫做鴨鞋 通常我吃鴨鞋我都是吃那種麻辣鴨鞋 我沒有吃過像滷的這種 雖然沒有像麻辣的通勤那麼大 但是還算好吃 來蒟蒻大大 有的滷味會吃蒟蒻的麻辣 喔好有嚼勁喔 這個就叫做選金餃 這個好難咬喔 這是我目前吃的比較不太喜歡的 它那個餃子裡面感覺有一種小小的 絞肉 味道不這麼香香 很大塊的肉 嗯 喔 我原本以為很硬但是好軟 洋蔥通常好不好 誰賭味會點洋蔥啊 口感沒有特別的明顯 木耳 感覺也是膠質的感覺 雖然最喜歡吃猩猩腸 總有一天我會幫他準備一百個猩猩腸 讓他吃到爽 我這個呢其實蠻奇怪的 通常第一拜喜歡吃什麼就會跟著喜歡吃 你們會有人這樣嗎 所以這次呢雖然喜歡吃猩猩腸跟玉米筍 所以我也愛上了他們 我覺得乳味點蔬菜來吃也是不錯喔 豬血糕 乳味我也沒吃過豬血糕 喔 那個豬血糕旁邊是青椒味好重 這是小白筍嗎 難Q彈的喔 這種大隻 這應該算是鴨翅還是雞翅啊 還就是一種動物的刺 這個肉很嫩喔 喔這個滷的好好吃喔 來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蛋蛋 我們來看一下蛋蛋的部分 它蛋黃成分非常的多 我太喜歡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種白白的東西你們有吃過嗎 嗯 它有點像千層派的感覺 但是這個吃多會有點乾 NOMO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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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挑戰吃這個青椒了 青椒好臭喔 但是收尾拍片人嘛 我們還是要嘗試好不好 我們就是給他咬一口 不然大家都會說什麼 要說食品啊 要說食品啊 來吧 來說一下青椒的食品怎麼樣 不行 我才咬一小口那個味道直接沖餅 我已經有點流淚了 不行不行不行 來來來 這個是什麼啊 很像胸部類的 我拿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來給你們看一下有沒有 兩個那一頭 喔這個比較乾 不行 豬腳 它這個應該是屬於肥肉的部分吧 肥肉萬歲 怎麼沒什麼味道 餃子大大 有時候 這個東西在火鍋料其實還蠻容易出現的喔 很好吃啊 滷的也不錯 這個東西呢 很常在關東煮出現 好嫩喔 這個太乾了 這個高麟菜超滿的青椒味 喔 這個 我哥很愛吃 蒟蒻小吃 蒟蒻小吃 蒟蒻小吃很好吃 裡面還有香菇啊 香菇喔 香菇美味 哇 好長的豆皮喔 我覺得豆皮這個東西在滷味這個世界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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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的乳味全餐就告一段落了 人生一大小瘦 小小奢侈一下 但是乳味這東西不用擔心嘛 還是可以冰起來 然後再微波來吃 好啦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再去幫我訂閱我 我是謝祐 每天5點發布影片 掰掰